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要改变副相的核心信念 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追本溯源 追本溯源是我们要用的第一个方式 那由我们会看到的Aaron Beck和Judice Beck 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表格 就是像我们看到李林 我们不是有讲到至少我们要找三个情境来看一看 这三个情境就是李林 就是在他跟家人的关系 就在人际关系上 他可能有的自动化的思维 像我们在这里看到自动化的思维 就是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他不把我看在眼里 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像这样子的一个自动化思维 其实他的一个背后都隐藏了一个我们会看到的李林 他非常期盼的就是他自己是被需要的 那他自己期盼是被需要 但是在日常生活 因为常常他觉得好像都被伤害到 都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期望 那当然不能够达到他期望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 就是你看到这三个自动化思维 根深蒂固的就跟我是被需要的正好都相反 就是我是不被需要的 这样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存在那里 这根深蒂固的训练 就是他自动化思维的一个本意 根深蒂固的这个思维的本意 也就是他的核心信念 我是不被需要的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找到这个 我是不被需要的这个信念 这个用追本溯源的方式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咨询师本身相当敏锐 能够把这样一个信念给找到 不过假如说我们是刚开始来做一个认知行为治疗 并且我们在一个我们的个案 已经让他能够找到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出现自动化思维的时候 怎么样来对他的自动化思维来做一个挑战 他已经到了一个 练习到很熟悉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开始来做一个追本溯源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个表格 我这个表格呢 也会留在就是我们新乐土这边 那我们就是咨询师呢 假如在用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表格给我们的个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假如像李玲这种比较属于人际关系的 那这篮表格就是我们可以给李玲来看 让她来看看说 那她发生的一些情形 除了不被需要 还没有哪些是在她的生活当中 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 比如说我不够好 所以没有人喜欢我 我注定会被抛弃 我注定是孤独的 我是没有人要的 我是没有吸引力的 我是没有人关心的 我总是做不好 所以没有人爱我 像这些啊 大概差不多是把一个 他是不被喜爱的这一类的核心信念 大概都包刮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讲知道黄龙就是直接让他来看 这个看来是比较简易 那不过当然就是我们假如说 跟一个追本溯源两个配合在一起 大概就是可以更好地 把这个有的核心信念 都能够比较更确定地找权呢 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 这只是第一个步骤嘛 觉察还有确认她的负向核心信念 到下面呢 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来看看 我们到底是要改变 她这个核心信念呢 还是我们只是在一个觉察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因应的一个策略的改变 这样子我们会更为清楚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看到的 这个案例二 那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刘胜 那从她名字我们看取得很好 她真的是很追求人生的胜利主 很希望她追求完美 她希望她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不只是说 是在一个跟同学在讨论 未来的一些人生的方向 或者在做作业 那更重要是在考试 不管是小考或期末报告等等这些事情 那她这个只要是碰到 她自己比较不能够解决的一些状况 她脑中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自动化思考 就是我是没有能力的 那属于一个能力 不管是她在学校 或者是她在工作当中 那我们经过一个追本溯源的方式 假如我们已经看到 她的一个核心信念 那就是一个 我是没有能力的 不要就此打住 我是很希望大家 就是跟我们的个案 能够在这张表格上 再做一个double check 就再做一次确认 就是是不是这个是你 一个根本的 会有的一个核心的信念 或者是我总是做好 没有办法达到期望的水准 我是一个败犬 就是我是一个失败者 或者说我是没有办法掌控我自己 我是一个懦弱的无助的人 我是一个受害者 那这个呢 当然都是我们看到的 跟一个没有成就感 或者说她觉得没有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美 或她的一个做事情 或课业的要求 有关的一个核心信念 我们是可以来检查这个 那当然我们还有第三个 通常来讲是我们的个案 它到了一个 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是它就没有价值感 然后可能会出现的 这些像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是没有价值 就活着没有意思的 或者我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希望 我是一个废物 我是不激励的 我是不值得活着的 那这个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可能不会用到 因为假如需要用到这个 大概这个人都已经是达到一个 相当相当的自我毁灭的一个境界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出现的一个核心信念 不过还好我们一般来讲大家看到的 尤其是Aron Beck 他自己在整理就是会看到的绝大多数的 疑郁症或者是疑郁情绪的人都比较是跟这两者有关 尤其我们在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 可能就比较是从一个人际或者是一个成就来看 也跟这两者有关 那我们大概就是再次到黄龙这个上面 就是直接来看这一个表格 尤其这两栏 看看我们的个案 它比较是属于哪一个性念 大概一般来讲就已经够用了 那当然要用到知道黄龙 那通常来讲 绝对是我们在帮忙我们的个案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一个 它对于就是一个自动化的思维 怎么样的去取代 已经到了一个熟悉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用 这是我要再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 好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俗话 是把这三个类型的核心信念 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叫做扫门 扫门就是这个人 他只要一碰到 他就动弹不得的 好像个金钟罩一样的 把它给罩住的 是一个武功 很常在讲到的 或者是在西方 是把它叫做阿克流失之中 是一样的意思 那至少我自己个案 好像都比较喜欢用扫门这个字眼 因为他觉得比较贴切 就是哎哟 我又陷入我的扫门了 就是我又陷入一个 我不被需要的扫门了 那或者说哎呀 我又陷入一个 我是这个没有能力的扫门了 那这样子他比较贴切 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核心信念 因为核心信念这个到底还是 比较是一个专有名词 比较不贴近我们的个案 但是当我们用扫门这个字的话 那跟我们的个案呢 好像这个在日常生活的 连结性 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好 那当然了 我们会看到 那一个人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核心信念的一个产生 常常都是跟他童年时期的互相的经验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就像我们在这里会看到 李灵他为什么会形成一个 我不被需要的这样子一个核心信念 那其实我们在要改变李灵的核心信念的时候 最好是把李灵的这一个表格在这里呢 能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整理 就是我们跟他一起来看看 他童年时期 有哪些跟这个我不被需要的一个经验 有关的一些事项能够整理出来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整理 那跟经分是很不一样的 我不是在把他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 能够让他去产生一个顿悟 而是让他能够知道说 他过去在他童年时期 有哪些经验造成他不被需要 譬如说就以李灵来讲 当我跟他在一个物谈当中 那我们会看到他的父母亲 那是离异的 所以呢 当他好像被当一个包袱 有时候是在他的一个主父母家 有时候是在他的外公外婆家 所以他变成是常常必须 在一个不同人家的时候 他要相当的去百般 讨好他的外公外婆 或者必须要非常的顺从 他的主父母 他才能够得到关注和爱 那所以他内心 其实有很大的害怕 我是不被需要这个信念 是因为他童年时期 这些经验所造成的 那当然当李灵有这样子一个了解 我们只是让他知道说 这是形成你一个核心信念的 可能有的事件 那当然他有了一个觉察 那也许他就会更知道说 那我是受到这些影响 但是这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那我们只把过去事情 从一个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 让他浮出来 不过浮出来的意思 并不是要他每天都在抱怨 他的父母亲 怎么会把他造成这样 而是他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他会更清楚知道 我们往下看到 他会产生的终界信念 我想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有跟大家谈过 什么叫做终界信念 我们在这里呢 只跟大家更清楚的来看到 他的一个终界信念 到底是什么 终界信念 通常来讲 是用一个假设的一个方式 在呈现的 他可能是正向的 也可能是负向的 就以李林来讲 我们看到他正向的终界信念 就是跟他前面 我们看到童年时期的经验有关 就是假如我多帮他们做事情 那应该就会被他们喜欢 那不过他也可能有 他可能有负向的终界信念 假如他们都不理我 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因为在童年时期 假如他的外祖父母不理他 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这个都是一个事实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终界信念 其实是形成 我们看正向的终界信念 让他形成就是 刻意的讨好别人 或是总是牺牲自己照顾别人 或者是非常的在意 别人是不是跟他有亲近的行为 是这个终界信念 你看造成李林 他对于不管小花 或者是他的先生 出现了一些稍微对他不太亲近的行为 他然后就会讲说 你看我不被需要 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或者说别人都比我重要 这样子一个自动化思考 那也就会出现 那另外呢 我们会看到的 他也可能因为负向的终界信念 而产生了一个 只要有人露出一个不高兴的眼神 他就会闪落 或者是先让别人疏远 免得他会被别人抛弃 或者是他就是自己像个边缘人一样 白烂 在这里还一再提到白烂 这个意思也就是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游离分子 没有人在意他 那干脆他就让自己也就自身自灭 或让这个家也就自身自灭 什么都不做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是把它叫做白烂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格里面 可以把我们看到中间信念所形成的 那李灵会做的事情 把它给填写下来 我们把这个叫做一个补偿的策略 不过我们把这个表格 能够很完整的填写下来的用意是什么呢 等于让李灵他有个更清楚的概念 知道说我的核心信念不被需要 是怎么样形成 然后又是怎么样 借着中间信念或补偿的策略 让我比较容易产生 一个就是负向的自动化的思维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那略对自己的状况 有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自觉 就更好的整理 他能够不被这样子一个想法 控制可能性也就会越高 所以我们都是帮忙这个人 他的一个大脑 在一个思考的方面 他有个更清楚 更好的一个整理 好 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第二个案例 就是刘胜 那我们看到刘胜 那他为什么会形成一个 我的能力很差 那其实我在跟他会谈的时候 那我也会在从一个概念化的 一个收集 概念化资料收集的时候 就已经是知道 那他家庭里面 他有非常优秀的哥哥 还有就是他家的邻居 也都是在跟他哥哥 跟他在念的学校 在那个里面呢 都是成绩非常非常优异的 那他妈妈也是求好心切 所以他有个非常严厉的妈妈 那当然他妈妈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 那就是对孩子要求很严厉 不过在刘胜小时候 那常常会听到 妈妈会跟他讲的话 就是你看看你哥哥 看一看你的同学 他们不需要怎么教 他们自己就可以很努力 并且都可以在班上拿到第一名 你看我已经教你教那么多次 你怎么啦 好像怎么教你都不会 那当然就是在童年时期 我们看到的 这样子一个童年的富项的经验 让刘胜也就形成 我的能力很差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一个咨询的经验里面 也是常会看到 假如哥哥姐姐是非常优异的 家里面有一个 可能就是会变成容易形成 我的能力很差的 这样子一个核心信念的 一个孩子 就是变成这个弟弟 或者妹妹就可能形成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刘胜 他所形成的一个中介信念 是什么呢 那中介信念 我们从正向的这一方面来看 他很形成正向中介信念 就是如果我努力 我应该可以做得好 他富项的中介信念 是如果我没有做得很好 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他变成我们会看到 假他都朝正向这边去走 那他可能发展出来 就是一个高标准 那假他发展的是一个高标准 那他假如也是能够努力的去工作 那我们会看到的不见得是坏事 那但是呢 假如他只是因为很怕 别人讲说你怎么没有能力 变成了是极力的避免会寻求帮助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是孤立 无缘的人 我们会看到只要我努力 应该就可以做得还好 其实这个可能让他发展的是高标准 也可能让他会努力工作 那也可能让他会形成一个找缺点 加以改善的人 这都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呢 假如他就发展到一个极端 那当然就是一个 我们会看到 复向的一个核心的信念 或者复向的一个自动化思维 就可能发展出来 那特别是我们会看到的 假如他比较常出现的是 如果我没有做好 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很可能他就变成是 自己一直的会找他的缺点和改善 或者是他变成就是自己一个人 一直的希望能够让自己 靠着自己能力 而变成忽略了去跟别人一起合作 也就是他很怕跟别人一起合作 那就会又受到别人的批评 所以像我们前面会讲到的一个属于行为实验 当然就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学习 会看到说即使他跟别人一起合作 只是会让他能够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让他生活变得更不好 那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 我们在做一个行为实验 对于不只是他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思维 或者对他的核心信念很多帮忙 其实我们在一个挑战 他的一个自动化思维 会用到的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提问的方式 一样也都可以用在挑战 他的副相的核心信念 那并且我们会看到的 往往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成效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 就不把这个就是有关于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有关于自动化思维 怎么样的去用到挑战的方式 那苏格拉底式的一个提问的挑战方式 跟大家再多做说明 我想在这里呢 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挑战 他副相的核心信念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在做一个咨询师 可能就是脑中呢 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清楚的 像第一点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 就好像下棋一样 心里要想好 我为什么要用这一个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方式 我要让他成为一个观察者 还是我是要让他来看一个支持的证据 或者不支持的证据 我这样来做 我希望有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清楚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用问题来帮助我们的个案 了解他自己想法之间的一个矛盾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李玲 我们是让他看到 他其实有两个信念 其实在这里矛盾 可能是最先他也不是很清楚 其实那是造成他自己就是一个 就是担心我不被需要 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信念 而不敢去发展他自己的一个因素 也就这个矛盾是他一方面 他觉得 我对于先生和孩子 我付出那么多 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 那我要继续的 要完全的以他们为尊 那变成是孩子 其实已经是需要独立了 那孩子越想要离开他 其实是想要独立 不是要抛弃他 但是呢 他变成越想要把孩子抓住 那当孩子可能就逃得越快 像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我是常常在我一个 尤其特别是女性的个案 在孩子长大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这样子一个 孩子越逃他抓得越紧 那抓得越紧的方式 常常都是指责孩子 指责先生 没有良心对他不够好 他真的付出很多 但是他的一个对孩子严格要求 或者对先生 他的一个很大的期许 反而让孩子跟先生觉得 好像每天喉咙都被掐着 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办法 讨好这个家里很关心的 这一个妈妈或者太太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 所以我们让他看到 他的一个矛盾 就是一方面 他是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就是没有先生或孩子活不下去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他是很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一个专场 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李林其实他是一个特殊教育系毕业的 他其实很有爱心 他非常的能够关怀 这个智能不足的这样子的一些孩子 那对残疾人士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生活过得更好 那其实他很有这样的能力 甚至他也回到他原来毕业的母校 去跟他原来的一些老师做讨论 有关他碰到的问题 他老师都觉得李林其实是相当的有天分 也鼓励他能够到学校来继续的修课 甚至鼓励他可以来念硕士班 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但是李林却觉得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变成要照顾孩子 照顾先生的时间会变少了 而变得比较不敢把自己的时间 花在有关于学校的一个进一步的学习 或者是让他自己去照顾这些参疾人士 不过其实你问到他说 当你在照顾这些残疾人士 特别是智障的一些孩子 可能对有的人来讲会觉得相当辛苦 但是呢李林却觉得 他觉得他可以很好地照顾这些孩子 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 他觉得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当然我们让他看到 其实他是可以两者兼顾 意思也就是 他可以看到孩子或先生 在需要他的时候 然后他再去照顾他们 而不是紧紧地抓住他的孩子或者先生 甚至他可以更好的训练 他的孩子或先生 有关于做饭 或自己准备晚餐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那当然孩子还有先生 可能以前很习惯被他照顾 要训练孩子跟先生 那可能他还要花那么一点时间在那边 但是我想以长久来看 他这样子的一个付出 绝对是值得的 那并且他可以创造出来一个有成就快乐的一个自我 其实当他有一个成就快乐的自我 他再回到家里 可以让家里也感染到他的一个快乐 并且可能因为他在做的一些工作 可能还有一些报酬 也可以带给家里面更好的经济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改善 这也未成不可 然后再来 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让我们个案学会钓鱼的工作 而不是只是在赐鱼 所以我们要让个案能够相当专注 并且明确的去找到适应性的一个核心信念 当然是我们跟他一起来找 不是只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状态 还有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作为跳板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跟李林一起来检视证据 产生一个替代性的有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里所写到 我怎么样才可以训练孩子能够独立自助 并且又能够发展我这件事情 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跟李林来讨论 让他能够重新的发展出来 他的一个替代式的一个核心的信念 好